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 扎克伯格养牛 美投年消费250万就为好玩 波音惨了 美国航空总署要采取大动作 拜登强力回击 美军轰炸胡塞武装雷达设施 波音737 MAX 9停飞期限遭无限期延长 请大家收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 网友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与中国外交官刘建超 在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前夜进行了会晤 会晤的目的是维持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稳定 并强调维护台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包括潜在的合作领域和分歧领域 这次会晤被视为双方持续努力维持沟通渠道负责任的处理问题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宣布将在台湾选举后派遣一个高层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北 以提前应对北京的强烈反应 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选举是中国的内政 反对美国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 而美国则表示认识到但从未支持北京的主权立场 台湾总统选举胜者将于5月20日就职 而在此期间被视为两岸关系的敏感时期 这次会晤也被认为是中国外交部长刘建超 可能出任下一任外长的机会 此外 布林肯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前往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继续沟通和讨论各种问题 包括全球和地区安全关切 以及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台海的稳定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因为大约有一半的全球贸易穿越台海 这次会晤被视为双方持续努力维持沟通渠道 负责任的处理问题的一部分 扎克伯格养牛 每投年消费250万就为好玩 网友 马克 扎克伯格成为了一名兼职农民 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自己养牛的计划 并表示要生产出世界上最优质的牛肉 他在可爱岛凯欧牧场养殖河牛以及安格斯牛 这些牛会吃夏威夷果粉 并喝牧场酿造的啤酒长大 他的女儿们也参与其中 帮助植树并照顾动物 扎克伯格承认这种喂养方式是一个试验 并表示是为了好玩 他还点牛罐啤酒 认为这样可以让它们放松 味道更鲜美 根据计算 一头奶牛每年需要花费36万美人的坚果粉 扎克伯格在过去几年里 赤资购买大量土地 并计划在其中建造城堡 包括牧场 农场和地下掩体 他和妻子普利希拉 承带着孩子们生活在可爱岛上 并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 波音惨了 美国航空总署要采取大动作 网友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 波音737 MAX 9克机 在上周五发生了嵌入市舱门 托飞的危险情况 导致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部分同行飞机停飞 随后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要求部分同行飞机停飞安检 并宣布将对波音飞机生产制造 加强监管 并考虑找第三方机构集合 此外 联合航空的一架 737 MAX 9也因螺丝未栓紧 而存在纰漏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 将重新审查 波音737 MAX 9的生产线 和相关供应商 以评估波音是否遵守 自家的评管流程 初步审计结果 将决定是否需要额外的审计程序 阿拉斯加航空的这起事件发生后 波音公司已公开承认错误 并表示 这类事故将不会再发生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也已进入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 客机内部进行检查 目前 全球还有大约215架波音737 MAX 9在飞行 拜登强力回击 美军轰炸胡塞武装雷达设施 网友 美国总统拜登在12日发表讲话后 美国当天针对野门叛军青年运动 进行了新一波空袭 此前 美英联军已在11日 对该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据报道 美军在12日晚间 针对青年运动的雷达设施 进行了新的打击 雷达设施是美军试图阻止青年运动 在红海活动的关键目标 同时 青年运动也对野门首都萨纳发起了攻击 青年运动控制了野门大部分地区 与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 有着密切联系 近期 青年运动多次袭击红海商船 已是对加沙战争的不满 拜登在12日警告青年运动 称如果他们不停止在红海地区的行动 他将下令进行更多空袭 目击者证实 在12日发生了多处爆炸 包括萨纳机场 军事基地 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 美国国防部表示 11日的空袭行动 共击中了28个目标 波音737 MAX 9停飞期限 遭无限期延长 网友 总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 无限期延长波音737 MAX 9飞机停飞期限 并加强对波音的监管 以确保旅客的安全 此举是因为一架美国阿阿斯加航空公司的 波音737 MAX 9客机在起飞后出现舱门脱落事件 随后发现同款飞机存在零件松动情况 管理局将重新检查40架飞机的安全性 并评估波音公司的质量控制系统 超越苹果 微软夺冠 网友 周五 微软的股价首次超过苹果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这是因为投资者对iPhone需求的担忧加剧 苹果股价下跌 微软通过投资人工智能领域 推动了其市值的增长 与此同时 苹果公司面临着需求不忘的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 微软和苹果的股价都相对昂贵 但微软的预期收益比苹果更高 微软预计在未来几周将宣布出色的营收增长 风暴席卷美国中部超2000航班被取消 网友 美国中北部地区受到冬季风暴袭击 导致大量航班被取消 据航班追踪网站Flightware统计 不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 其中 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取消航班最多 达到1000个 西南航空成为取消航班最多的航空公司 达到401架次 冬季风暴还导致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的交通瘫痪 预计天气状况将持续至12日至13日晚间 45岁华裔按摩女生众多刀惨死 警方发布警告 网友 在美国犹他州发生了一起冷酷的凶杀案 一名华裔按摩女郎在工作中被多次刺死 警方称这是一起残忍的谋杀案 目前擅不清楚犯罪动机和凶手身份 警方已经锁定了几个可能涉案的人 并正在调查他们的牵连程度 警方向当地按摩院发出警告 要求业者提高警惕 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目前还不清楚这起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犯罪 感情纠纷或是随机暴力犯罪 警方还未透露是谁发现了死者病报案 他们呼吁社区合作 以确保社区的安全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主管道歉 网友 总结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卷入平权争议 因为其负责多元共荣事宜的主管 将白人 男性 基督徒 非残障人士 以及说英语的民众称为特权人士 引发外界批评 科技大亨马斯克与前总统川普长子小川普 也加入了声讨 医院发言人表示 该通信的措辞违背了医院的价值观 涉事主管已经道歉并撤回了人有说法 这也不是该医院第一次卷入争议 去年还因教授职位冠名引发了争议 川普按开庭前 法官住所遭举报发现炸弹 网友 在川普的民事欺诈案 结案陈词前数小时 纽约州警方接到举报 称主审法官的住所发现了炸弹 然而 调查后证实这只是一起虚假报案 这起事件发生在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指责法官与纽约州总检察长合谋的同时 川普卷入的法律争议导致多地行政、司法、立法机关或人员的住所受到滋扰 这些滋扰包括虚假报案和恶作剧 给受害者带来了危险 也浪费了执法部门的资源 原调局表示 他们将严肃处理这些暴力威胁事件 与中国登月竞赛 美国一周遭受两次重挫 网友 美国在登月计划中遭遇挫折 显示出其对私营企业的依赖存在风险 美国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的油损月球着陆器发生故障 无法在月球软着陆 同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推迟其载人登月任务到2026年9月 原因是现有的飞船存在安全隐患 而由私营企业承包的载人航天器和宇航服开发也受阻 相比之下 中国计划在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 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 包括世界上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近年来 美国、印度等国纷纷将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参与太空探索工作上 以降低成本 然而 私营企业在这方面的挑战很大 印度、以色列、日本等多家私营公司的登月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美国航空航天局赞助了一批未适于油损的月球着陆器 但这种依赖私营企业的策略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 这次的挫折引发了人们对美国航空航天局依靠私营公司在月球表面开展科学实验的质疑 事实证明 用低预算去月球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然而 中国在探月任务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 展示了其在太空领域的实力和雄心 中国计划在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 这给了美国一定的竞争压力 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也承认中国的积极计划 并表示中国可能会在美国之前登陆月球 从而获得宣传上的优势 总的来说 美国在登月计划中遭遇了多次挫折 显示出其对私营企业的依赖存在风险 相比之下 中国在探月任务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 展示了其在太空领域的实力和雄心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竞争压力 也提醒了美国航空航天局 需要重新评估其依赖私营企业的策略 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 低预算去月球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投入 波音客机飞托舱门船市这个国家制造 网友 波音公司一架737MAX9型客机 发生舱门空中脱落事件后 发现舱门上携有马来西亚制造字样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赵福表示 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具体信息 无法对此发表评论 他强调 如果收到涉事航空公司的官方报告 将会要求马来西亚民航局处理 这起事件由阿拉斯加航空直飞的飞机引发 幸为造成伤害 波音公司表示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展开调查 暂时无法对外说明 美舰队司令想破头 可用军舰忍不及战备标准 网友 根据报道 美国海军水面舰队目前仍未能达到75艘舰艇 随时可以执行任务的目标 据海军官员透露 目前具备任务能力的舰艇数量 在50至60艘之间摇摆不定 为了提升战备水平 海军正在寻求新的方法 包括缩短维护延迟时间和尝试新的修理方式 报道还指出 巡洋舰是造成延迟的一个主要因素 很多巡洋舰多年来一直处于低战备状态 难以重新启用 外克莱恩表示 虽然在按时进行维护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仍在努力消除所有延迟 以提高维护性能并拥有更多的战备舰艇 他还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 尝试缩短维修时间并改进舰队的维护流程 波音舱门脱落新影片 乘客显被吸出机外 网友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载有177人的波音737 MAX9班机 在飞行中遭遇舱门脱落 导致机体减压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乘客拍下了这一惊险瞬间的视频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展开调查 波音公司也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已经停飞 裁员2万人 花旗集团创15年最差业绩 网友 花旗集团公布了15年来最糟糕的季度财报 预计将裁员2万人 该公司去年第四季度亏损18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重组成本 退出俄罗斯市场以及阿根廷货币贬值 花旗集团本周宣布将提列于40亿美元的综合费用与支出 其中包括8亿美元用于进行多年的最大规模改革 去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较较去年同期缩减20%为15亿美元 营收下滑3%至174亿美元 整个2014年 花旗集团的净利润年减38%为92亿美元 用1700万追踪 亚裔传奇网红辞世享年67岁 网友 TikTok cooking sensation cooking with Linjia has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67 Yingden, a medical facility in New Jersey Lin Yamada Davis, known as Lin, gained a massive following on TikTok from her unique style and creative video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Lin started creating videos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collaborating with her youngest son, Tim Davis Lin was known for her optimistic and cheerful personality, and her interactions with her son in the videos were a highlight Tim said, my mom was like my best partner Lin passed away from esophageal cancer on the 1st of October Despite her passing, videos continue to be uploaded on her channel because she requested her son to keep making videos Tim also mentioned that Lin asked him to upload some old videos they made together about 10 years ago Today, Tim uploaded a video with the caption You were the best mom I could have ever asked for, and an amazing friend Mom, I love you, and stated that cooking with Linjia will not release any more videos The videos Lin and her son created were entertaining and full of creativity Taken from TikTok at cooking with Linjia Tim shared a photo of himself with his mother in the last video Taken from TikTok at cooking with Linjia 拜登又减免学贷,这些人余债取消 网友 拜登总统宣布,从2月起 学生贷款余额低于1.2万美元 且已经进行了10年以上分期付款的人 将获得贷款免除 原计划在7月实施 但为了减轻负担 拜登决定提前实施 要获得贷款免除 借款人需要注册参加名为Sale的贷款减免计划 教育部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符合2月贷款免除的资格 拜登去年已经减免了数百万借款人的最高2万美元贷款余额 并宣布了Sale计划 最高法院已裁定他不能大规模减免学生贷款 但政府仍然有行政权限来处理分期还款的人 共和党议员去年试图通过立法或决议阻止这一计划 但失败了 拜登现在加速了贷款免除的步伐 引起了共和党的不满 他们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2024年连任 最新的贷款减免计划比过去根据现有收入情况减免的计划更慷慨 将贷款免除的条件从已分期还款20至25年缩短为10年 不符合免除贷款的人的每月还款额也将降低 超过1.2万美元的贷款仍有机会获得贷款减免 每超过1.2万美元的1000美元 贷款减免的年限将延长一年 达到一定的还款年限后 剩余贷款将被免除 这一政策将主要汇集就读社区大学的人 教育部长表示 这一政策旨在让负债的社区大学学生能够享受到有史以来最快的贷款减免优惠 他们可以提前减轻一项负债 共和党对这一决策不满 认为这是给有大学学历和有钱人的好处 牺牲了没有上大学的纳税人 也有人批评提前结束学生贷款负担式走后门实施社区大学免费政策 教育部表示 下个月将通知符合贷款免除条件的人 并通知那些符合条件但尚未注册SAVE计划的人 拜登称胡塞为恐怖组织 扬言采取进一步回应 网友 综合来看 美英对野门胡塞武装发动空袭 是作为对方早前攻击两国舰艇的回应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批准空袭并将胡塞武装定义为恐怖组织 但同时强调美国不打算与野门开战 希望避免冲突升级 空袭行动中 美英两国共发射超过150枚炮弹 击中胡塞武装近30个目标 预计伤亡情况不会太严重 胡塞武装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 但早前一次尝试并未造成任何损失 给北京响亮耳光 美两院通过挺台议案 动静大 网友 在台湾大选前夕 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项有台决议案和法案 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 和对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关切 美国联邦参议院 以无异议方式通过了有我决议案 该决议案肯定了台湾作为民主典范的地位 并承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美方都将致力于维持台美伙伴关系 这一决议案是由联邦参议员Dan Sullivan和TingTing 共同提出 并得到了49位重量级议员的联署 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 两位参议员在发言中强调了台湾的民主制度 和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 此外 联邦众议院也通过了两项有台法案 其中一项是不歧视台湾法案 推动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 并向试台湾保护法案 要求美英全力排除中国与国际金融体制与组织之外 以保护台湾的安全 这些法案的通过表明了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和对中国的行动的担忧 这些有台决议案和法案的通过 显示了美国国会两党一致支持台湾的民主选举 并承诺维护台美关系和协助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 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这些决议案和法案将进一步推动台美关系的发展 并对中国的干预行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华裔流浪博士新住所曝光 坚决否认赌博等谣言 网友 1月12日 流浪博士孙卫东在美国传来了最新消息 他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住所 尽管环境简陋 但对于流浪多年的他来说已经十分温馨 他还回应了网传的赌博和牙齿问题 表示自己没有不良嗜好 牙齿问题是由于长期不卫生和营养不良所致 不过 他也展现了他的舒吃一面 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满书 这次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持续热议和围观 1月11日 流浪博士孙卫东在美国开启了他的首场直播 观看人数超过100万 他首次谈了自己炒股的经历 还品尝了美国的酸菜鱼和馒头 在直播中 一位名叫杂锅大叔的博主捐赠了他5000美金 并向他提供帮助 然而 这位博主的动机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 虽然孙博士的生活已经安顿好 他正在办理证件和治疗疾病 但他表示肯定会回国探望父母 这个结局让人感到欣慰 希望他能够治愈疾病 重新回归社会 这次的消息让人看到了流浪博士孙卫东的真实生活 和他对书籍的热爱 尽管他的环境简陋 但他依然保持着清澈的目光和直言不讳的态度 他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帮助 希望他能够度过困境 重新站上学术之巅 同时 也希望他能够重拾家庭的温暖 回国探望父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